點點看漫漫度這條線 這是龍劍一下郭在講的 我今天同意惠文哥的論點 今天隔空喊一下 惠文哥一直在講 國民黨最強的不是四大天王 不是打麻將小象公 是韓國瑜 這的確是 你今天才同意 不是 韓國瑜不會出來選 幹嘛拆散我們 但是韓國瑜他沒有這個意願 你覺醒的也太晚了 他現在好好的 做他的高雄市長 大家知道我剛剛其實也講 他不是國民黨黨主席 他也不是總統參選 但是洛貴主委卻要去跟他 溝通兩岸政策 因為他有影響力 有影響力的人才最重要的 這個就是專訪圖表的第二個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 我完全同意的就是 民進黨在2018年輸的 如果你說外顯上理由兩大 當然後續還有很多 白綠分手跟韓流 白綠分手 就是柯文哲跟民進黨都出來選 韓流就是韓國瑜很強 有影響力 2018民進黨因為這樣輸 2020民進黨如果還要再輸 也是這兩個理由 現在柯文哲要選 大家越看越清楚了 慢慢就要算 知道他要選 所以白綠還是繼續分手 但第二個部分 韓流 要不要繼續重擊民進黨 還是也會重擊到白色力量 就是關鍵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斷的在強調 我還是要講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柯文哲 在民進黨跟韓國瑜之間 他選擇韓國瑜 可是當年在民進黨跟韓國瑜之間 他選擇是民進黨 他並沒有在新潮流 要把韓國瑜 從北農總經理逼下來的時候 去把這個事情擋下來 我就是要力挺 他當然跟他關係不錯 後來也去雲林看他 可是你看 他那個所謂做事認真好爽 不會咕咕摸摸很有魄力 他當時沒有這樣跟新潮流講說 這是我的人 你如果要跟他換掉 我會跟他拚 沒有 他還是這樣 沒有就是外科醫師 昨天我們不是在講嗎 一隻眼的小鹿有沒有 你看 柯文哲在講這個話 是給大陸聽的 因為此刻他需要講這個話 等到3月他去美國的時候 他一定有另外一套說法給美國聽 所以同樣的道理 在韓國瑜離開北農的時候 他選擇的優先順序是新潮流 我跟新潮流雖然開始交惡 可是我不得不屈服 韓國瑜是被犧牲的 而現在在韓國瑜跟民進黨之間 他選擇是韓國瑜 因為2020柯文哲如果想贏 他也需要韓流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 什麼我們兩個配在一起能力很好 柯文哲坐在我的對面 韓國瑜來幫柯文哲 我也在我們身份紅紅裡面講 這個就是很清楚的訊號 我們是朋友 但是我不是你的 我不是你的性感 我不是你的幕僚 所以現在柯文哲 他如果希望能夠贏的話 這個聲勢是必須要建立在 韓國瑜是他的友軍的情況之下 郁教龍也曾經講 如果你當我的敵人 我不知道你能撐多久 如果韓國瑜是柯文哲的敵人的話 那麼他的對手很弱 民進黨的這個基礎就被破壞了 因為他有更強的敵人 所以如果柯文哲2020 想要贏總統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其實也不用 討論太多什麼 他會不會選 基本上大家看 就是要選的 應該是會選 他要選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是朱立倫跟民進黨 是賴清德的時候 他只贏4% 可是如果把國民黨的那個人 再換過來 變成是韓國瑜的話 基本上賴清德的強 跟柯文哲的無法那麼強 結果就是一起輸 那就是國民黨贏了 所以還是那句話 柯文哲他的2020必須有兩個基礎 白綠分手跟韓流 白綠分手超自他家自己 我只要選了白綠就分手了 就有民進黨的總統參議員 跟白色的理想 可是韓流這塊很重要 所以他現在 此刻必須要用的這個極效藥 就是韓流 不斷的強調我們兩個很好 可是我昨天講了 今天再講一次 截至目前為止 至少的確還沒見面 從11月24號到現在已經 今天1月24號了 還沒有見面 兩個月過去了 畢竟還是沒有同台 雖然不是敵人 可是也不是那種 可以一起拉著上陣的 所謂的柯韓沛 這種東西網路上大家有人講 可是如果倒回來看 如果韓國瑜真要選 去當柯文哲副總統 韓國瑜自己來選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 他會贏得這個選舉 他何必去跟柯文哲搭 大家看這個民調 所以柯韓沛沒有什麼 夢幻組合的可能性 如果願意跳進2020這一局的話 絕對不會去當柯文哲副總 今天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韓國瑜他落選了 高雄市市長 而國民黨也 按照國民黨的傳統 就是敗選者 可能就是永不入用 對 就沒有 我覺得有可能 我不知道大老師不是同意 就是說他吸收過去又回去 他們兩個其實好像也可以合 現任的高雄市市長 韓國瑜的情況之下 他如果真的要投入這個選戰 他何必去當白色力量的副總統 他直接當國民黨的 提名人就好了 你現在黨內初選的話 柯文哲去跟他配好了 韓科配 這樣的話他是白色力量 他也沒有政黨 他可以當富的 如果他要的話 這樣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北高兩個市長同時出缺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柯文哲要選是很確定的 韓國瑜沒有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這個外科醫師的眼中 他的最好的戰略位置就是 我現在讓大家 形塑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最強的南霸天韓國瑜 是我兄弟 所以我可以跟他 有力量上的結合 所以我會贏 基本上他想要形容是這樣子 你剛才說2020會 重到2018的形勢 就是說柯文哲要贏的話 第一 白 綠要分手 這一定分手 因為他選了 他選了就分手 第二就是韓劉 要站在他這一邊 柯文哲就絕對選不上了 你覺得韓劉會站在他這一邊嗎 不會 當然不會 他希望有 不是 當然不會 希望沒有用 希望不會變總統 我也希望 我也一天到晚 從小就希望 要當總統 對 我跟徐憲良一樣 國民學校的中文 徐憲良我知道 結果就這麼希望 現在問題是 這種不可能的事情 他跟我們說 這個也就是說 為什麼他昨天 又要講了那麼長篇大論 來替韓國瑜暴取 所以民進來跟他接太相鄉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 丁丁在選的時候沒上來 這一次我們丙府要選的時候 他也錄影 你可以說其他兩個燕姿 什麼漢子 也都只是錄影 但是我在友台 我就看不過去 我就看不過去 我說到底 你為什麼不來台北市 你說你沒得贏 給他騙 怎麼沒得贏 我說你一次沒來 高雄市真的白費待舉 你丁丁的時候你沒來 你說你欠柯文哲一個請 叫柯文哲的老闆說的 我們都打敗 沒收拾對不對 現在往到丁丁 就沒收拾 你還沒得贏 你跟我說你沒得贏 一大高鐵起來是幾十千個而已 我喊話了第二天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 但是畢竟我喊話以後 他現在丁丁要來解密一下 他真的上來 但上來也不是很下功夫的 因為時間很短 效果很好了 對 好 看起來沒有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是在看 就是說韓國瑜漸漸跟他 因為第一點人情緩了 人情緩了 互不相嵌 第二點丁丁你完全不來 現在兵符你來了 所以我們的距離有在變化 所以我希望你正在我這裡的可能性越來越薄了 所以他現在又重啟戰火 修理新潮流 然後就替韓國瑜講話 看看韓國瑜能不能夠舊情服燃 再骨情 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 這傻齁 你不猜你IQ一百五十七 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選舉越到了 這個現在一年吧 選舉越高 韓國瑜的黨性越強 韓國瑜一定要靠回來國民黨 你不可能不做這個事情 他如果說這種事情 越來越挖柯文哲越來越離開 都這樣麻糬對不對 你會罵嗎 他也不會做這種事 我諮詢他 我在議會諮詢他 諮詢沒有用 請要表態 你會不會錯罵他 錯罵他 對 你看 當然要錯罵他 不能質疑 所以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 你不要亂想 你說他的兩個條件 第二個韓國瑜會過來 韓國瑜不會過來 不會 我也覺得不會 所以這樣我們今天就下結論 柯文哲2020不會選上總統 結論跟王世堅一模一樣 他一定會參選 但一定選不上 但是剛才那個民調大佬 如果看到那個民調的話 現在韓國也沒有表態要過來 柯文哲已經是領先了 不是 這個沒有關係 你看那個賴慶德 賴慶德不會比姚文智差 對不對 他有過了姚文智門檻 你覺得最後 你覺得最後到了2020開始投票 真的投票那一天 你覺得朱立倫會比丁丁差嗎 當然也不會 你的意思是說朱立倫這個也沒有 第一手中拿那麼多 40%左右 但是你看國民黨沒有歸隊的 現在只有19到20% 所以不高你知道嗎 所以柯文哲看這個數目 他願意在國民黨這邊 下功夫的空間不大 但是他為什麼又有寒流 因為你看看中立選民 中立選民你看46 42 都超過40% 韓國瑜對帶動中間選民的票 來歸向柯文哲的肯定 所以這些是挺韓 但是不挺國民黨的 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 韓國瑜會那麼笨 那麼傻 所以今天不可能 你看如果是蔡英文的話 民進黨就靠向柯文哲的34 如果換成賴慶德的話 就剩下26 什麼一點 8% 8% 8%你跟我說一點 你生氣你是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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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平復 8%你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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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說蔡英文你出來選 對大家都賣 民進黨選了也賣 委員會陸選很多 國民黨會憑拜 柯文哲的蠢蠢蠢蠢 你出來搞定 獨派會贏心 你出來搞定大家都賣 你如果摸選大家都好 這真的 他如果摸選 今天晚上普天同慶開派對 你跟獨派大腦的確是不一樣 你是怕柯文哲選上 他們是希望賴清德的 所以我補充一下大腦的看法 大腦的看法 我都同意 但是我跟大腦 最後的結論就是 這樣的形勢之下 一個白綠分手 但是沒有含有的柯文哲 剛剛大腦的結論就是絕對不會贏 但是我的看法就不完全一樣 就是他還是有機會 我跟大腦報告 機會在哪裡 賴清德現在是告老還鄉 他沒有老了 我不好意思 坐紅色遊覽車 他21都比15高 未來他真的開始初選 你說他也不會是21 他會比較高 對 我覺得賴清德會比較高 這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國民黨基本盤基本上 不會只有29 當你選到總統的時候 當然不會 我覺得事實 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 這種情況下 柯文哲怎麼還會有空間 關鍵就在於 他是總統選舉 當你是市長選舉的時候 像王世堅議員講的 孫雅不倫 客人不知道 你看 楊文哲還有24萬票 這些人其實也知道 我投給楊文哲是沒有用的 他不會當選的 可是我還是要投給他 可是等到是總統大選 最後關鍵的幾個禮拜的時候 你說氣保會非常徹底 我覺得我現在在這邊講 當領先者 這是為什麼現在 柯文哲可以放開手 去罵民進黨 罵新潮流 然後去捧韓國瑜 因為他現在需要的是泛藍的 因為綠的那一塊他不用管了 等到最後他只要一直維持 贏民進黨那個參選 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你講氣保就對了 對 就沒辦法 因為選總統的話 他是統獨的問題 他覺得說 反正你最後一定要停我 而且你最後不停我 我還可以回去當市長 所以那種狀況之下 如果真的發生氣保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氣保的時候 即使國民黨的參選人 不管是不是朱立倫 有到40%都未必能贏 所以我就說 韓國瑜不挺柯文哲 會讓柯文哲的勝率非常低 但是絕對不是0 就是說絕對不可能這樣 有可能 中文字幕視聴有了